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好返回那一刻 星期三夜來賽事提供我的心水 兩隻NATCHEN馬膽 一隻3.4倍一路順分跑第一 第二場3.1、3.2倍的標之裔跑第二 一貫一拿表現都不錯 高出賽馬結果有5匹 因為淺燥飛臨場對出 5匹就一貫一壓表現都可以 接下來是星期一賽事 大家記得是星期一才跑馬 有一隻高出賽馬就是第四場的對行之星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集當然要回顧兩隻NATCHEN馬膽的表現 說一些備忘馬 但我也想說兩個七磅仔的故事 就是周俊諾和陳家希 一路回顧一路說 事不宜遲 順處長次 第一場一路順風 都是那一句 其實看他跑馬膽的 真是驚驚地 就是順著走外搭走 沒有問題 但想不到他四五疊走 慢慢埋三疊 但其實在轉彎都知道 一隻馬都坐位亡贏 根本還沒有騎 都湧上來 基本上 其餘有能力的馬都跑不出水準 譬如有人力的馬是什麼馬 像常山奇寶、移昌福星 這些可以掃的馬都跑不出水準 輕輕鬆鬆贏馬一路順風 首本路程 蠻地遷移 其實都說得很清楚 youtube分析 下了五疊 首本路程那場輸了 給一隻 賺了放強性 熔愛福星 另外兩場 田草、谷草、谷草 一千都入位 都不適合路程 蠻地遷移 輕鬆贏馬 都合情合理 這場馬可惜拖背腳也是拖不中 常山奇寶、移昌福星 醒目再臨 傳中 傳中 跑法有些問題 我都捉住 醒目再臨好像有些健康問題 賽後部 常山奇寶 這場是大家事後都是花生話題 最搞笑的是 我看各大群組也有說 這裏再說一次 我不播片 大家自己看巡邏影片 建習騎士陳家熙的馬鞭 被楊明倫的馬鞭擊中脫手 陳家熙在嘗試重拾馬鞭的時候 意外捉住楊明倫的馬鞭的沒端 建習騎士陳家熙說 當他注意到馬鞭不順於自己時便 立即放開楊明倫的馬鞭 這裏都挺搞笑的 其實 我想 跌了馬鞭那一刻 他想著 好像 馬鞭有試過 跌了 然後不知為何 另一隻手摺回 陳家熙可能覺得他拿個反應 我另一隻手摺回 摺到 然後想拔鞭起 為何有阻力的一隻鞭 原來發覺 抓住楊明倫的鞭 立即放手 他幻想中以為自己那麼厲害 跌了一條鞭 然後再禮手一拿 再拿回 真的拿著那一刻 興奮度比較高 但是 原來是楊明倫的鞭 因為他一拿著 為何有阻力的鞭 可能楊明倫也叫他 威 他便縮了手 這堆搞笑 不知道是否陳家熙說 跟楊明倫說 都是師傅的鞭 你借一條鞭來 因為翠兒是坊間鞭 師傅我買你借來 可能是這樣 只是說笑 都是一些黑屋事件 陳家熙這場不在線 第一個七磅就是你的故事 去到第二場 第二場是賣標之銳 拖天天精彩的平外飛升 平外飛升 臨場都是軟弱到腳仔軟 所以都沒有了 所以這場都是預計中 我打算回飛 都拖得過天天精彩 平外飛升 不過平外飛升 臨場回飛都知道 都是這樣 但天天精彩都是水準一般 結果是補了我成全途 很厲害 其實這場我就說 周進來 周進來有兩場發揮 我覺得是一般的 標之銳和外馬劍 簡直是兵與火的發揮 標之銳 我覺得是博失的 怎麼博失? 黎地不是省位 是要走上 是要走三位 牙海二碟 其實他入籍路之前是想牙海保羅成全 但是被人撿回來 他吃了半個位 但是我想周進樂 我分析就是周進樂怕停賽 剛剛才勝利在手搞這麼大的 又要偉大 又要偉大解話 再停賽是很危險 因為他每次這樣停賽 會越罰越重 因為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想他是有些虛脅 其實外馬劍 下一場說 都是在這種情況下 令到他表現不出水準 不夠勇 勇的意思不是要危險拆旗 勇的意思是要夠膽取位 不等於危險拆旗 如果夠勇 其實立心牙三位 如果認識牙三位 這裡已經牙開二碟 慢慢吃著二碟 牙開帕馬拉錘 這叫帕馬拉錘 他沒有 他要冷靜地撿上來 來地從來不是要撿位 省腳情 從來不是要這樣 當然美場消耀自在另一個說法 消耀自在那些由潘騰晨級發揮 但是這隻 其實牙正在撿上來 輕輕撿去二碟 然後被潘明暉都欺負到你 真的很難搞 這裡輕輕撿去二碟 純實已經撿了半個馬位出來 你這樣被保羅成全撿回來了 輪隻馬拉錘 標之約1164磅 保羅成全1051磅 差100磅 10% 牙就撿出來 不過他虛脅 縮回去 被保羅成全 人家一直推牙回來 抓住 這樣就失望一點 這樣進去 幸好有位 沒有位 我真的叫救命 幸好有位 有位就有第二 話說回頭 如果他走二碟 揚保羅成全出去 他是不是贏了 保羅成全 我覺得五五波 都未必肯定 但是你不揚出去 讓保羅成全 吃回去 這樣就輸 給保羅成全 就是這樣 我對於走位 不是說揚開就贏 揚開我也覺得五五波 未必贏 但是你不揚就這樣輸 我就有點不高興 還有不高興不要緊 你看到周俊諾現在騎馬 是有少少虛脅 因為停賽停得多 他不想再停 這個又是人之常情 他已經是六次犯規 六次不小心殺騎 他再犯下去 他很危險 大家看到一次他走二碟 輕輕揚出來 還未在這裡 再後一點 這裡準備了 這裡輕輕 這裡輕輕 得了 得了 得了少少 他夠膽是揚開 不過保羅成全人 人家死砌 砌回來你就怕 這裡是 但我怕周俊諾 抓住 我就沒話說了 好 這場錶之外跑第二 兩隻槍馬太太 第一隻第二 我覺得表現都算不錯了 繼續 看一下 外馬劍 這個是另一個極端 十二檔起步 順著馬走 我覺得沒有問題 順著馬走 但是你是要順著馬走 得來你要做個判斷 你是要推前些賣二三碟 還是拉後些賣二三碟 他真的只是順著馬走在這裡 從花園看裡面完全沒有想過 撕毀 因為撕毀又怕 又怕停賽 我們直接看出十二檔出閘 但是順著馬走 沒有問題 我這些人不反對 但是你已經要走幾步 你已經要做一個判斷 沒有任何推一兩步加速 或者收一兩步走進去 撕回兩三碟 才轉彎 這個是八搭轉彎 八搭七搭 六搭五搭轉彎 是沒有任何意識做任何事情的 這隻外馬檢 周俊樂的啟發 完全沒有任何意識 你看這些 這些是順著馬走 走到七八疊 這隻有少少 類似我之前幾場 講一場大巡威 不是剛剛 夜馬之前那場 跑第二之前那場 輸給股票轉旗之前那場 陳佳就有些亂的 轉個彎 他那個就是S字形轉彎 兩個S字形 這個轉彎就是毫無意識 涉進去 第一次 我講到好像很容易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作為一個 如果你是被人吹捧的七棒騎師 你要做到這些事情 莫雷拉的潘頓 要是你出閘自己 慢一點涉進去 要是你這裡已經 快一點 其實真的騎得很差 這裡八疊九疊 轉彎是毫無意識 推快一點 或者收慢一點 真的順著著馬走 原本是在這裡 這裡還是五六疊 整個彎 由八九疊 入到這裡都是四五疊 這裡其實有很多空格 其實推入少少 在之後已經虧了八九疊之後 在這些位置 基本上可以推前半格 你已經放了三疊 這裡還是四五疊 其實整隻在這裡混由太空 外馬劍 這個1650跑到1750 1700 不要1750 其實很誇張 那些人說 其實你1650這場 就跑多了可能三十米 那樣 1780 那樣 不過可以自己計算 大家畫個圓周 這樣量度一量 其實如果嚴謹上來說 可以計算到的 大家拿個虎欠鏡頭 但是這個 就這樣說完算了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意識 他沒有什麼意識 順著馬走 我覺得其實都是那一句 是有少少怕停賽 推快兩步 塞進去 又怕阻塞人 拉一拉 塞進去 首尾二尾三位 又怕 美國都沒罵 那就搞到 搞到這樣 這個是我的看法 純粹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好 那說完兩個七磅 陳家希和周俊朗 說一下秘無碼 那秘無碼是第八場 第八場就是 再大大 我覺得 補出編快 是跟得比較急的 回到第三 其實有權贏 因為被高有之聲 在直路 再影響了 暴穩 如果順著走 應該有得贏 這裏 大家看看 這裏 早一點 這裏 這裏就推進去 那裏之聲外閃 他又要再修正 再衝過 這裏 準備了 在加速的時候 要這樣修正 再衝過 影響到一兩步 未是最暢順 影響到一兩步 再大大的頭馬 應該是 本來是 不過我欣賞一下 蔡明潮的壓線 手伸到直 值得欣賞 大家看看 萬用俗 我覺得 那個壓線 道理來色壓線 伸到直 左手 看看壓線那一下 雖然不是剛剛押下去 那一下 那個步穩 他押下去那一下 不是到終點那一下 不過你看 那一下整個手伸 不過已經過了終點了 因為那隻馬步穩 不對 不過 也有些功架 真的壓著它 有個意識 整隻左手壓下去 不過他壓下去 即是 攤到盡了 其實已經過了終點了 這裏 現在壓下去 也有幫到手 但是 這一下才是攤到盡 過了終點 過了終點 現在還在慢 還在說 其實剛剛好 但是剛才那個鏡頭 一攤到盡 那一下不是到終點線 但是這一下 你見到 雙手攤到盡了 就是到終點線 那就上上下下 贏了高有之星 真是很幸運 因為我自己買錯 再大大為止 真是 真是嚇死人 所以我覺得 再大大下場 都可以繼續留意 那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裏 都說了 Network馬達 剛才的表現 說了下一次的高出賽馬 說了周俊樂與陳家希 兩個七磅仔的故事 以及說了備忘馬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還有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我like 讚我 還有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如果對我這段影片的分析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留在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盡簡單 支持我 都可以留在留言 每一場分析 10分鐘前 都會說熱業 預計道前落飛碼 長年形勢 和其人連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順受一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Facebook page Netchang 談賽馬 在我字領post裡面 按這個連結 你都會來到我與Netchang 一起談賽馬 的一個group裡面 進去之後 你自然會知道 怎樣去聯絡我 查詢一些Granom 場分析 以及如其星雙媽 普通知服務的資訊 如果大家簡單在下面留言 這個Facebook page 下面留言 我都會盡量解答你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Youtube頻道 Netchang 談賽馬 按訂閱 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什麼鬧鐘 全部 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可以通知 或者 notification 第一次人知道 多謝你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